最强大陆冷气团相继报道 北部的温度持续的下探 桃园市石门水库园区的枫叶近日转红 而加以阿里山也迎来第二波的枫红 但是因为受到风雨的摧残 红叶的数量不如往年 专家预估了这一波的枫红美景 会持续到耶旦节前后 提醒赏风的民众把握时间上山 一睹美景 寒风对过树梢 洒洒作响 枫叶转红了 红黄绿三色交织 美不伸收 镜头拉远 群山枫树建层的美景 尽收原地相当惊艳 这风景很美 很美 很漂亮 寒流发威北部温度持续下探 桃园石门水库园区的枫叶 今日开始被低温催红 枫林步道 矗林公园等处 与其耶旦节前后 有机会欣赏今年最美枫红 石门水库内 一共种植有约三千棵的枫叶 最近枫叶转红的状况约为六成 但是因为最近也有降雨 以及风势比较强的状况 所以落叶的情形也比较严重 而嘉一巴阿里山地区的风数 同样受到雨水影响 磁云寺旁的百年轻风数 进入最红阶段 但近期午后的毛毛雨 造成枫叶加速凋落 数量不如往年 木栈道上铺上落叶红炭 成了绝美景致 专家表示阿里山风红 预计耶旦节前后 十二月底就会画下据点 想一睹这最后一波风红 民众可要把握时间了 记得桃圆佳怡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